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两天节目可能跟的不是特别多啊 就老编出过三到四个吧 因为最近也没什么新闻 没有新闻呢 咱们就休息 硬如果是去编新闻出来 没意思 为了流量如果说去造新闻 编故事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风格 那么这一集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通报一下近期解放军在台岛周边的活动情况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蔡英文已经开始要跟中国大陆来统一了 那这个统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蔡英文他就是签署了批示 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台企都要使用这个中国台湾 那这就是说说好的抗中宝台呢 原来是吹牛逼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因为好久没有播报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湾周边的 大陆在台湾周边的这个战备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的网友是不是觉得会不会松懈啊 怎么怎么样的啊 其实大家就知道 这完全不会松懈啊 而且会这个啊 越来越啊 频繁 因为现在等于说国内呢 也有一点乱轰轰的啊 现在呢 正好就是通过台湾这个这个管道啊 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 呃 今天上午 自昨日上午六点至今天上午的六点为止 国军征获中共军机二十架次 中共军舰四艘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集中七架次军机进入 呃 台湾的十二海里领空内 包括还有它的这个东南空域啊 那么国军运用任务机 舰机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 唯一中共四架次歼16战机 自啊 我什么西南空域深入我防空室备序后 并飞至恒春镇南方外圈空域才折返 路径较为罕见 啊 根据国防部以往 呃 图资显示 共计以往多自中线以南空域 飞至台湾西南方后折返 部分则会飞至东南空域 至于东沙岛以北空域进行小范围续飞 但中共昨日至今日进入我西南空域的 军机的飞行路径 与以往略有不同 其中中共四架次歼16战机 自我西南空域深入我防空识别区 并飞至 啊 这个是不是读读 这个读读啥 啊 什么什么春啊 好像是个繁体词啊 呃 正南方外圈空域后才折返 另有一架次空领500预警机 两架次轰6K轰炸机 呃 则与我 东南防空识别区边界出没 那这一次呢 也就是说它 是非常罕见的 它不得不去承认说啊 所谓正南方啊 说是不是读那个 呃 沪春还是什么 横川的地方啊 在台湾的这个这个正南部啊 解放军的战机呢 进入到这个地区 是非常罕见的啊 这个包括空领500 那就等于说是啊 在这里进行这个啊 模拟攻击了 包括还有这个呃 解放军的啊 轰6啊 也是到台湾东南空域 啊 这个就是在演练啊 对台的这个对陆打击啊 包括呢就是啊 防止巴士海峡以东这一带 出现美军啊 对他们进行打击 所以说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啊 中共呢是不断的加强 台海内海化的这个建设 呃 包括持续的射压和压缩啊 台军的活动范围 其实呢我发现一件事情 自从804大军演开始以来 台军它的战机跟军舰 基本上就在12海里内活动 没有出过12海里外啊 他也不敢出来啊 他这个战机啊 什么上来拦截也只是说 解放军进入到12海里内啊 他象征性的啊 在处于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置 什么位置 你战机进入12海里内 然后它的战机呢 在台湾的本岛上空 在这里活动 甚至呢也就不活动了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知道 现在西美西方啊 呃 非常的这个紧张 有原因也就是这个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为什么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说法啊 你就能够从这里面 窥视到他们目前认为的这个情势 加拿大计划派更多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在加拿大发布其印太战略 将北京描述为越来越距破坏性的大国后 加拿大计划派更多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以证明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海水域 是国际水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再次宣称 中国在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那么这件事情就代表说什么呢 现在的这个台海内海化的建设 已经越来越大幅往前压了 啊 也是在大幅的这个这个提前提高 呃 现在几乎已经是内海化了 因为什么意思啊 之前呢 等于说八字 他们是在有 他们一直以来默认为有一根什么台海中线 那么佩洛西来了以后呢 这根台海中线就没有了 那么本来呢就是说一半化一半 一半呢等于说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那么台军呢会在海峡中线的东侧这里活动 战机也在这里活动 啊 那么当然是有一架F-16从嘉义起飞的F-16到这个地区来活动以后呢 他们就被我们给搞掉了 搞掉了就是说台湾的飞机不敢在这里活动 那么军舰也是之前在这里出过一些事情啊 那么他们也不敢在这里再继续活动了 那么解放军呢 上次打的这个远火 就是打的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东侧地段 就明确告诉你 你在这个军舰赶过来 我就拿他妈远程火箭炮轰死你 你的战机赶过来 我用我电战部队软杀伤干掉你 所以通过这样的警告 因为台湾当局呢是很要面子的 他们虽然说很弱 这个又等于说是一个歹毒集团 但是呢他们还很常非常要面子 台湾人是真的 我跟各位讲 全中国我看下来就台湾人是最要面子 就是说台湾人那种要面子 跟大火的那种要面子那种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说我要面子我不惹你不就行了吗 他不是 他说我既要惹你我也要面子 你当当你打了我的脸 哦他马上就要开始诡教了 什么哎呀以大欺小了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不给我们增严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 他又开始诡教这个东西 他就是贱 他骨头里面就是赖皮加贱 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 还有一点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比如说 这个中央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 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台湾海峡问题 我们需要清楚确认他人是国际海峡 他说在台湾海峡问题上 我们将持续基于国际规则和秩序 这是为什么今年夏季 我们也有一艘巡防舰和美国人一起穿越台湾海峡 而且我们希望派更多巡防舰通过台海 中国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告诉美国官员 中国不承认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 那么加拿大呢 他说这种话呢 其实皮他妈挺痒的 他呢就认为 你还特朗多说 哎呀我支持中国白纸运动啊 怎么怎么样啊 无非就是小肚鸡肠 无非被习近平给教训了嘛 这家伙回去以后啊 马上就是说 又开始反思 哎呀我没有 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之后呢中国国内呢 美国好像策动这个严格呢 也没通知他 因为美国他向来很多事情 他都是对自己盟友都是高度保密 对盟友他只是说一种利用关系 并不是说跟你穿一条裤子 裤子后来穿给你穿 不是这种关系啊 所以呢特朗多一看 哎好像有好像哎这样的话 你看啊让习近平好像啊挺难堪了啊 他马上又开始高高调了 那我们要派军舰进入那么台湾海峡 怎么怎么样 台湾海峡们不是国际水域 对吧 呃中国说内海是没用的 那么美国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再唧唧歪歪了 说我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你很早在听到说 美国说我们还是继续派军舰 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 因为美国他一旦过来的话 那中共也肯定习近平就告诉拜登凯 你清楚了 那你这样持续过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干他了 对不对 你跟我所谓的要设立的这个护栏 所谓的不对射原子弹 那可能就随意去空话了 啊 那我就不管 我就他妈使劲威胁你 对不对 啊 那么 这个就等于说是美国在迪格加西亚啊 公布的西弗吉尼亚号的战略和潜艇啊 这个浮上水面在下沉啊 就是在 就是等于说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加拿大他大概忘记了 之前在黄海这边 他飞飞机被解放军直接辱骂 驱逐 做出啊 鄙视的 树中指的这个手势 他大概忘记了 他这就是他们的贱 所以他们跟这个 南波湾是越来越越越像了 啊 又赖又贱 啊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有意思 有看点的啊 呃 国民党蔡英文明信党同意国营事业在中国登记中国台湾 呃 国民党因应台北市立委 这个普选成立的快打部队进入上午召开 呃 连国营事业都中国台湾 民进党哪里抗中保台记者会 至于国营事业受经济部指挥监督啊 就是那个王美花啊 如果连国营事业申请中国专利登记时都接触中国台湾一次 这代表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所谓总统与行政院长苏正昌也都同意 国民党文博会副主席呃 这个炼红 庆指出 而是陈红庆 陈红庆指出 两岸交流时 避免要在民生上做妥协 民进党立委啊 卫副部长薛瑞源过去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就是登记中国台湾的 民进党也许可以辩解这是个人行为 但中网中游汉祥台湾国际造船公司等国营事业在中国申请专利所登记的地址也是中国台湾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马政府时期也一样 国民党过去从未攻击别人 反观民进党过去攻击世界世界面包冠军 这个石春在中国展店使用中国台湾 民进党嘉义市场候选人李俊逸 过去称台湾首摇饮料店使用中国台湾标签 都是向中国下跪主张抵制 那国营事业是否也需要抵制 按照民进党的标准 向中国下跪的就是嘴巴骂别人 自己也就是中国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那么确实 这个台湾他最近他在 他天天就是在这边 叽叽歪歪的 什么动不动 我看那些西方的那些什么国家 又像飞苍蝇一样的飞到台湾这边来 一会儿什么波兰 加拿大 一会儿澳大利亚 一会儿英国 一会儿德国 一会儿法国 这个国那个国 这个国那个国 基本上呢 来了以后也没啥用 来了以后你反而就蔡英文就更怂了 这些人给他壮胆 没用 中国说句实话 跟美国都直接撕破脸皮 这些国家算个屌 那同样的呀 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也是说了 说呼吁呢 在台湾海峡呢 保持冷静跟克制 所以说现在他们越来越嗅到 台海可能要有事了 包括那个 在中国平息白纸运动以后 像这个著名的叛国者 王丹 对吧 他也是这个说 他说 现在中国大陆内部 这个情况 台湾一定要当心了 习近平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 来转移这个视线 那么我个人感觉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说过 但是现在的内部呢 已经基本上是 舒缓了 这个人民内部矛盾 也得到了 很大的程度上的一个解决吧 当然 很多人呢 很多就是支持 这个 动态清零的 肯定会觉得不满 那么我认为呢 是什么 就是说动态清零并没有 接触 我没有看到说放开的迹象 你所指的放开 觉得这个核酸检测 不怎么减了 或者说减少检测 这叫放开 其实这不叫放开 因为我现在在这里 我还是24小时 要做核酸的 你说放开了 我没看到有放开的迹象 如果说东欧大陆的 边境边防管控 这个 这个方松绑 这才叫十二八经的 就叫放开 那么当然了 对于这个 搞颜色革命的这些人呢 肯定是要 把他们抓起来的 这个呢 因为等于说是在叛国了 危害国家安全了 这种行为 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 所以说呢 现在台海这边这个情况呢 西方如此高度紧张 但是大伙在内部呢 没感受到 但是确实是 因为他们很清楚 他们很敏感台海 现在台海已经被我们给 实际上给内海化控制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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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